我們有位同事 吃完飯在做自己的事 我們過去看看他在做什麼 Hello 這位同事在做什麼 戒水先 這個很大 這個是泥板 這位是綠頭 這位是綠頭 好像買橙的水 看看一箱 有多少隻 箱數裡面的頭數越少 代表頭越大 這個掉了出來 我覺得他也有機會 即是不是戒這個 不是戒這個 是BB BB 這位是水仙刀 通常剪水仙刀 看看工具 對 用這些 方便一些 沒有用普通的刀 都可以的 這個就是主角 主角來了 這個就是水仙的頭 通常我們就要看 要先找他的生長線 他的生長線 中間這個是最中間 由他兩邊掃下去 他的左右 就是他的生長線 就像手指一樣 你記住 手指這些 是長到花出來的 機率比較高 旁邊那些 機率相對低 通常我就會撕走 如果不捨得 不要緊 你放在那裡浸 浸到它 看開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 有花 真的有的 撕開之後 是的 有的 我們通常會 因為水仙 通常有幾年 頭 怎樣大小的原因 就是 他在泥裡生長了幾多年 越生長得久 頭數越大 我現在估計 他會在這條生長線 所以身上善意的 我通常會撕走 撕走 撕走 對 敷那些 若膜撕下 不用特別撕得很乾淨 因為一邊浸 他都會一邊再敷 我們每天都還會再打理 這樣 就這樣 撕蓋一點 不用撕到白雪雪 好 撕完了 撕到旁邊 然後我就 要在這個位置開 就用刀 對 用水仙刀 我就用這把 就 好像 就 在兩個 兩個 牙中間 這個位置 落下去 落下去 現在做這個動作的原因 就是為什麼 因為 其實水仙腿 經過很多年 在泥裡 掌完又敷 掌完又敷 直到頭那麼大 有些舊的頭 就會在裡面 我們 割開的目的 就是 讓它夠空間 可以長出來 所以 我們就要 把舊的牙頭 拿走 它 就需要 做這個動作 把牙頭拿走 慢慢撕 慢慢壓 割了下去 慢慢壓 壓鬆它 有些 你看到裡面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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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這些是否會之後開花? 其實都是收那句 增長線以外的康島花的機率是低的 但不捨得退不要緊的 都可以先浸著 撕開另外浸 撕開後就另外浸 但機率相對小 這些很多包著下面的小牙 這些我通常都會拿走 其實每一塊的情況都不一樣 所以要自己慢慢去 慢慢去割開 慢慢去估計 這一塊真的好 很多牙齒 很實 這塊包在中間 所以每一隻不同的 要割多一點 割多一點 你割多少年才有這個技巧 和感覺 我割了十幾年 來了六田 沒多久 頭幾年已經 只有高人指點 只有高人指點 就割了我割水仙的技藝 沒有什麼人割的技藝 哈哈哈哈 很多很多 亂牙齒 我盡量都很殘忍 我通常都會割走 割走 就留在最旁邊的生長線 對 對 總之生長線的那些 就留在那裡 我們還未找到我想要的那塊 就是去支持舊的那塊 都不怕割傷它 其實不是很怕的 對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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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找到了 這塊 它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它是貼在最大的旁邊的 割 這個東西不割斷了 不割它出來 它就會很多散 很多散 浸的過程 它就會很多散 所以我們都想辦法割開它 你看 這個 我們割開的目的 就是要在它中間 拿回去年那塊 這塊是敷了的 割走它 這個就是 射人衰那塊 對 它是比較厚的 而且厚質較厚 你一割走 你就會覺得 這裡整個空間就大了 就是剛才那塊 比較散 那塊 對 那塊就是 這塊真的很多牙 它通常 那塊 在最中間 那個 和旁邊的牙 它兩個就夾在中間 只有一塊 就是厚厚的 就是去年生長出來的 對 去年上完 然後敷了 所以就要割走 你好像先後 它這個很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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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一路這樣 剝剝剝剝剝剝剝 你便覺得整個東西都鬆了 總之 就是要它很鬆的 鬆一點 OK 鬆了 裡面的牙 它就可以飄到上來 是 剛才很明顯 對 其實 目的就是讓它鬆開 這樣就可以有空間 讓它長出來 因為它要飄上來 所以你看 大概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小時候也預計 可以有十朵花 對 其實我也覺得近年 我以前看到它的窗 也有很多 我試過最多 一棵有九枪 我都試過 九枪即是九枝花 九枝花 有九枝花 但是以前 通常是六七枝 所以它現在可能 改變了 它的培植的情況 你現在有這麼多個 九枝花 有七枝花 也有七枝花 是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個 我相信這個 是否還沒有刮到的 筋部 底部的筋部 我們要刮到 舊的筋 我們要刮走 通常是 什麼時候 開始要割還是 誰先準備過年 其實 一般來說 二十幾到三世日 過年前 再算初一 我們最大目的 當然最理想的 就是初一 早上開花 這是我們最 最渴望達到的目的 所以 你就預算 二十幾到三十日 都要視乎天氣 因為天氣 陽光 氣溫 這些全部都影響了 它的生長 那 就不就時間 就是靠你自己 怎樣去密切 注意海 和照料它 你今天要割 大概有四個星期二十八天 是的 都貼近到 它應該可以生長到的 是的 好 我們看一下 已經割好了的水 我幾天已經割了 也是這樣 割好了 它會有些 牙仔已經開始飆出來 我們每天都要清洗它 盡量把水洗走 洗完之後 浸 浸就要浸過 用水沖 還是要抓它 用水沖 都是沖這些位置 你摸下去 你會知道 它會有些散 你盡量把散 沖走 沖就可以了 所以才是很喜歡乾淨 不能碰任何的油 一碰油就會死 所以 做之前 手要洗乾淨 做完之後 擺去的地方 都會盡量要陽光好 然後就不要有油影響到它 水要浸過它的牙仔 最好盡量 就要動直 盡量 盡量 好多個夾著 夾著 讓它不要動 它的花長出來 就會很直 挺直 不直 不然就歪來歪斜 但是為什麼你要分批解 不一次過今天 為什麼要分批解 因為其實 我也要視乎天氣 因為如果 如果我同一天 戒掉它 剛好那一年 天氣 就很好陽光 我試過 有時 21-22天 它已經可以飆了花 那就遷就不了我過年 那個時間 所以我會分 大概將日子 攤開10-15天 就不同時段 戒出來 到最後 那當然有些成功 有些失敗 遇到一些 比較監禍 及時開花的時間 好嗎